《蝙蝠俠 阿卡漢騎士》 回歸原製作團隊 Rocksteady 製作的 《蝙蝠俠 阿卡漢騎士》 之前的 CG 宣傳動畫品質之高 相信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不過真正的遊戲時機影片 更是讓人大呼過癮喔 新的遊戲時機影片當中 公開了曾經被蝙蝠俠打倒的稻草人 帶著更大的陰謀重返高潭市 聯合惡貫們準備將蝙蝠俠徹底消滅 這一代蝙蝠俠身上的裝甲 比前作多了幾分高科技的感覺 讓人更加期待新作當中 將會有什麼更厲害的道具可以使用 蝙蝠俠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蝙蝠車這次也曝光了更多的精彩畫面 除了超酷炫的造型之外 也可以看到蝙蝠俠駕著蝙蝠車 在街道當中奔駛 運用車上的重裝火力攻擊敵人 甚至在下水道的牆壁上高速擊刑等精彩的畫面 而這次另外一個讓人期待的重點 就是全新原創反派角色阿卡漢騎士的登場 和蝙蝠俠同樣裝備了高科技的裝甲 不過設計方式卻是截然不同的軍事風格 一出場阿就是將蝙蝠俠重重的擊倒在地上 而他面具下的真實身份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就等10月14日遊戲上市來揭曉囉